各位好,今天4月9号,我是五月三人,吃什么今天? 今儿咱聊点好玩的啊 施永信大师 施永信大师一直在风口浪尖上 这回呢,他老人家旗下的一家公司参与了郑州的某个地块开发的投标 4.52亿人民币 这件事情呢,就当然掀起一个小小的浪潮 这个疫情的大背景之下 一个和尚庙买块地,也说不上这么大事 但是呢,大家又回想起施永信大师呢 一直以来的这个名声不太好 这说句好,我说好玩的,咱得说点真的好玩的 就您知道为什么我留胡子吗 除了说呀,这个修饰一下脸型之外呢 另外一个,我年轻的时候啊 因为比现在还胖一些 现在当然也不瘦嘛,也挺胖的 这个,这脸型啊,有点像施永信大师 真的,您到时候您可以上网上查一下 当年的这个我没留胡子那照片 那个真的有点像施永信大师 当然是青春晚一点的啊 这个青春活力更多一点 而且也光头 为了那个免得在我这个酒色争竹的生涯当中 给施永信大师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呢 我就留了胡子了 这是开玩笑了啊 这是开玩笑了 那施永信大师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我首先得说一句啊 这施永信大师这个他们少林寺是一个经营的极端好的僧团 就是非常像样 就是僧团啊 这件事情他做的挺不错的 能够呢 把这少林寺呢 给带到今天这个位地位上 这个呢 是他于佛教而言 攻没大焉的事情 这是他算是有功德的地方 这大家也都知道 我先说一句啊 利益不相关 哥们是道教信徒 不是道教信徒 我是道家弟子 就是呢 大致跟道教呢 还关系好点 这跟佛教实在是关系不太好 那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 很多人就是一直在说施永信 他有这个私生子啊 包括像什么各种各样烂七八糟的事 他有各种各样的钱啊 坐着豪车呀 这些东西啊 私生子这件事情始终就没有得到这个确认 豪车这件事就甭说了 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 你只要是能够有这个世俗上的传播的这种欲望 不是说避免苦修的话 那你这些东西就难免的事 是吧 这个东西咱们不用去深究 因为呢 所谓的这个不做高广大床啊 不做什么大教啊之类的这种原来的清规啊 这些东西在佛教本身的领域当中 一直以来就是被违反的东西 这个呢 如果你要想和光同尘 当然和光同尘是这个道教术语啊 就是说呢 能够跟世俗的人打成一片 这些东西有些是必要的 就跟就跟有好多人 他其实不喜欢这个酒色争竹 是吧 那我喜欢 但是有些人呢 做生意不喜欢 可是他也没办法 他必然得做生意 他有时候 你也得有这个东西 才能跟那个中国生意人来交流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呢 个人对施勇信大师 当然不是因为长得像啊 不是因为长得像 这个对施勇信大师呢 其实没有太多恶感 因为我确实也不知 就是从我这边的渠道 不知道他有任何的说 真凭实据的 他七男八女啊 然后那个 把钱塞自己兜里啊 这种事 从我个人这块我不知道 确证 因为我是做媒体的 我必须都有确证 我才能够信这件事 这是一个事 那这个郑州这事呢 我呢 为什么说 这件事情 我想跟大家聊聊呢 我跟你讲啊 这事啊 你说怪不怪 施勇信脑袋上 是不是他要开发房地产 这事呢 怎么说呢 大概是这样 您看啊 就是说 他那公司啊 建立起来啊 大概只有这个 两周的时间 两周的时间呢 出的标呢 也正好是这块地的标 4.52亿嘛 人民币 为什么会这样 少林寺一直以来啊 是一个被视为下金蛋的鸡 就是说呢 让你干什么 你得干什么 这样才能换来这边支持 你别觉得施勇信 大师他老人家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与上层陷柱边走 实际上他跟像那些 所谓的装神弄鬼的那些人 他还是不一样 就是说您比如说 我记得王林啊 王林大师啊 他那个 王林大师 他还不是他 就是水盆里抓空水抓蛇什么 这张玩意儿 那些东西 马云什么都跟他打交道打得非常好 但是呢 说白了 这种神通类的东西 更容易被大众接受 很多的这个佛教的这些人呢 不讲神通 讲神通的是什么呢 就是尤其是汉地的这个佛教 讲神通的非常少 他说的基本上 讲神通的是在那个密宗那一块 就是说 如果说起来的话 就是藏密 藏密那一块讲神通比较多 所以呢 更得到这个很多的 这个人的这种认可 汉地的佛教不讲这个 所以你说慎永新大师有多高的 说公众知名度很高 但是他有多高的这个上层影响力 不会的 一看这个活干嘛呢 说白了 这就是啊 地产市场不那么景气 让你掏钱 您知道吧 这就是让你掏钱 你呢 就当反哄一下这个政府 一般来说呢 这个宗教啊 除了只能在安定民心的时候呢 跟政府合作 算是反哄政府 反哄社会 但是呢 有些时候呢 因为宗教是有钱的 这个宗教是很有钱的地方 那宗教团体也都是有钱的 所以呢 很多的时候 你像中国这块 是要你来 宗教团体来反哄政府 就像少林寺这种东西 他就是等于是说 政府这一看就知道 政府说 现在你得帮我头衔吃 你这块呢 是正乡现金流 你有钱 对吧 你有这个乡或钱啊 包括乡 对 还得说一下 少林寺那地方啊 寺庙其实本身不收钱 就是他卖乡 什么可能还得收 但是门票什么不收 那是政府收的 这很多的地方呢 您看着说 明山大川 这个里边的寺庙 说这个怎么 这收这么多钱啊 门票钱啊 你们和尚黑心 其实好多宗教界的人士 就直接就说 我们不想收这钱 这他妈都是政府设卡 那门口那收钱 一分钱到不了我手里 您知道 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呢 我不是给宗教说这个洗礼啊 这个一会儿我再说 宗教多糟糟的地方 那是这些东西呢 它才是真正的意义 就是说 你给我掏钱 去拖这房地产的事 去把这个地去给拿下来 您知道吧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也算是呢 宗教团体 除了升国旗之外 跟这个 跟政府的一种合作形态 就目前来讲 一种合作形态 至于好还是不好 大家见仁见智吧 这种东西 他妈的这个 佛教当年也不是什么好鸟 倒不是说 这佛教本身不是好鸟 就是这帮人呢 一直以来啊 佛教啊 就不是不是什么 就是特干净的一地方 其实所有宗教 像所有人类社会里边 其他团体是一样的 没有干净的 就是他完全没干净的 如果他信的神真在的话 这帮人直接天打雷劈 然后呢 当然了也有可能就是 他妈的又批歪了 什么这种事 也会出现啊 如果他信的神真在 就这帮人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 这个宗教徒 就是职业宗教徒 直接就他妈直接被劈死了 要不然就打入炼狱 或者什么地狱 那都是正常的事 这个宗教团体 跟所有人类社会的团体 是完全一样的 它没有什么任何本质上的区别 它好的有可能是非常好 这个有可能是 可能这方面比其他的团体 社会团体要多一些 对吧 可能不一定能赶上NGO 但是比其他团体要多一些 但是坏的 跟所有的人类社会 其他团体是一样坏的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您可以查任何的资料 你都可以得失这个结论 那比如中国历史上 就是说我们中国呀 一直以来佛教啊 有一个说法 就是呢 法不依国主则法事难成 对吧 就是说为难 这句话是谁说的呢 是原来啊 就是东晋的时候 那个道安法师说的 很有名的高僧 他说呢 说这个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对难立 那这个记载这个事情呢 叫做一本书啊 就是叫做什么三藏三藏什么记集啊 什么的一本书 他呢 就当时也是跟他同时代的一个学生 学问僧记下来的这句话 但是这句话呢 他前后是确实是有这个 有这个前因后果的 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佛教徒啊 就拿这个说事 就是说呢 他前面有句话 还有一个 还有一句话 叫什么呢 金逢兄年好像是 金逢兄年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为什么 因为那会儿正好是战乱年代 他这意思呢 说的是啊 说我这个啊 如果说不依这个国主的话 因为战乱呢 我这块僧团啊 或者是信众啊 就没有办法能够生存 所以呢 我要依靠这个国主 就是说甭管你是国王啊 皇帝啊 我依靠你 我才能够把这个僧团 给建立起来 或者是维持住 他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可是呢 这句话 不能叫真正意义上的断章起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那会儿说的 道安法师 您那会儿说的这句话 可能是说是兄年 你要依靠这个 但是呢 我们所有的从历史上看 任何一个宗教 就是最终能够立住的宗教啊 这一直传到今天 或者是说他没传到今天 也无所谓啊 就是说他能够兴盛一时的宗教 几乎没有说不走上层建筑了 他必然得走上层这个路线 他不走上层路线 他根本就不可能在这方面进行传播 有走上层建筑 没有传播了的 但是没从来没有一个宗教 说他不依靠上层 上层关系 能够长期发展的 对吧 这个东西您可以回想一下啊 就包括我们这个 现在所谓的三大宗教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更牛逼啊 人家自己就直接这个 直接夺取政权了 我政教合一 这个 我自己就是国主 那你甭说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天主教 天主教 甭管天主教基督教 这东西你最后罗马皇帝承认的 罗马皇帝承认 成为自己的国教 没错吧 那佛教呢 佛教原本在那个 原本在印度那边 印度那边传播 印度现在几乎你见不着多少佛教 是印度教 那是因为当时他本民族的这个 这种宗教思维起来 把印度教给监续上了 佛教呢 中国历代的皇帝 非崇佛即崇道 这个好多的人 就是好多的皇帝 就直接推崇佛教 这没有这个国 就是没有这个上层的 这个国主的这种推荐 皇帝的这个推荐信奉 你觉得他能行吗 肯定不行啊 这中国本土宗教也一样 道教也是啊 道教原来是他们造反用的呀 对吧 太平清领经 那个 你觉得那黄金起义 是这个 是张角他们干的这活 实际上当时这谁 张道陵 就是现在所谓张天师 第一代张天师 他老人家也一看 也用的是这玩意儿 他用的是 依然是太平清领经这套 太平经这个系统 他跟原来那个民间传播那些 类似于像什么博家道啊 什么这些东西 清水道啊 他完全不一样 他成为 他成了教团 然后他孙子张鲁 直接所谓的在那汉中 政教合一 真正建立起整个 整体的宗教体系 那个东西 他依然是有了行政权力 你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传教 就是你或者是 你依靠行政权力 让自己传教 那如果行政权力 跟你翻脸怎么办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所谓啊 三五一宗灭佛 三五 这个北魏太五帝 北周的 北周五帝 是 还有是这个 唐五宗 这个三五 三五灭佛 这个知道吧 还有那个一宗呢 是那个周世宗 后周世宗 后周世宗大家都知道 谁啊 柴荣啊 对啊 据说是小先帮柴晋的 那个原来的 怎么说呢 隔了好多代的 那个祖先嘛 那后人 他继承柴荣事业的谁啊 黄袍加身的赵匡印呢 所以说 后周世宗 这几个人 都是灭佛 有没有宗教因素 有 佛道之争 一直就有 佛道之争的时候呢 这个 不是道教占上风 就是佛教占上风 这会儿呢 就是道教 有些是道教占上风 比如说吧 北魏太武帝这会儿 他作为这个 灭佛的这个 这个极先锋 对吧 为什么 他说 因为他重奉道教 他是太平 他那个年后都 都都比较道教风 道教仙侠风 那个叫什么 太平真君吧 好像是 好像是那 好像是这么个年后 然后呢 那他当时就是 汉人的世子崔浩 就是他的首席的 那个首席智囊 让他尊奉道教 就有尊奉道教之后 为什么呢 是因为崔浩 是汉人士族 这个北魏这块 是一个显卑 应该是显卑族建的吧 显卑 显卑建的这个国家 他呢 胡汉之间的矛盾很严重 原来你是尊崇这佛教的 因为胡人的尊崇佛教的习惯 比较长 比较时间比较长 他呢 跟汉人士族啊 有这种互相之间的利益冲突 那从宗教入手 把你这个宗教信仰给灭了 你尊崇道教 道教是中国传统的宗教啊 对吧 尤其是崔浩啊 他应该是崔氏的家 就是那个北方一个大姓 他也不算是特别大吧 这大概也不小 那他们是世代奉道的 这个东西他就等于是 我就连精神信仰带政治诉求 全给你一勺会了 结果 为太武帝灭佛 北为太武帝灭佛 那像后来也是 北周啊 这些东西啊 什么什么什么 唐武宗啊 信奉宗教 这是一个巨大的斗争方向 还有一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啊 这个佛教 这个僧团 发展的太那什么了 太牛逼了 就跟现在邵林斯似的 兼并了全国大量的土地 他跟现代工商社会不一样 工商社会啊 你说这个你兼并大量的土地 那没有什么用 而且在中国这块呢 也不能叫你兼并了 所以呢 他建了公司 他不显山不漏水 只有政府知道 邵林斯你有钱 你他妈给我套点钱 然后建议公司 托房地产室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呢 他就没有像 没有像那个原本的 这个兼并了很多土地 那么明显 因为宗教是僧团兼并的土地 一般来讲是不纳税的 不纳粮不纳税 他呢 就离开了整个中国的财政体系 在那个中国的 长时间的农业社会 这种社会形态下 你土地是你的 你又不纳粮不纳税 对政权造成的影响 是远比你现在建议公司 你按照纳税 这个是完全不可同志而语的 所以他就要灭你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几个事情都很正常 说白了吧 说真的啊 就是说 不是三五一宗灭佛 还有一位呢 还有三五 三五啊 三五一宗一高皇帝 灭佛 还有谁呢 我们太祖高皇帝呀 太祖高皇帝不是灭佛 他是他妈的把所有宗教权一勺会了 就是你你道士你也给我还俗 你和尚你也还俗 你什么信基督教 这照样 神父牧师赶紧给我都回家滚单种地去 这个真正说法难 全宗教范围的法难 谁牛逼啊 这咱太祖高皇帝 毛太祖 那个才叫他妈的牛逼 整个全给你灭掉 当然了 现在死灰复燃嘛 对吧 这个又都又都开始了 其实我原来就说我党的官员 其实他妈最迷信 知道自己干缺德事干太多了 那为了怎么着 经常行的要去庙里拜呗 至于拜到底是庙 还是去那个 是你是汉汉地的佛教 还是藏传的佛教 还是道教 这个不重要 这个这些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全他妈去去拜 这是一个 所以呢 就是一直以来呀 这个佛教啊 它根本上 包括所有宗教 现在国外好一些 国外好一些就是说 他虽然 他虽然跟那个政府 有也有一些关联 对吧 这个包括他 你看美军都有随军的牧师吗 这些东西 但是呢 他这种经济上的关联很少 和政府扶植的这方面没有这么多 但是中国这宗教啊 就是又 正中国 我党是啊 知道中国这个政府 中国这个民间社会这个调性的 那你呢 你就直接呀 就是既拉又打 一边呢 压着 有些压的动 有的压的轻 防止你传教 形成过大影响 在民众当中形成合力 这个是一很可怕的事情啊 就是不能让你成为一个 一个团体 因为我们 我党知道 我要把你们所有的人都打成那个 原子化的这个个体 我才好统治 那你宗教力量非常大呀 那历史上 不论是白连教 还是这个道教 起义都多少次啊 这个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呢 他一边是打压 一边呢 又得知道 这个东西 因为人类的这个信仰 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你只要有生死 就一定有信仰 科学是没有办法 可以解 科学能解释生 没有办法解释死 你可以解释了 但是没有人信 因为你没有办法进行实证 您知道吧 你不能证伪 因为那不是科学 那是宗教 所以呢 人们的这个心理上的求医安慰 总要有去宗教去进行填补这个空间 所以中国的这个东西 既打压 又开始这个又要合作 这就是为什么 既让你出家 又让你升国旗的原因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啊 就现在而言 这个东西呢 就是您不要把少林寺这个当成一个特奇怪的事 这是他们一个特别正常 几乎啊 不是说少林寺想怎么样 更多的时候呢 这就是政府去找少林寺 说你要吐点血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好 谢谢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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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